达伍是拿破仑皇帝手下阿拉克切耶夫之类的人物 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胆小 但是和他一样的勤奋残忍 而且只会用残忍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在国家的机体中需要有这样的人 如同自然界需要有狼一样 不管这样的人的存在 以及他们与政府首脑的亲近显得多么不合适 他们任何时候都是有的 任何时候都会出现 而且总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只有这种必然性才能解释 为什么残忍的 亲手扯掉制弹兵胡子的 神经衰弱经受不了危险的 没有教养和不是皇亲国戚的阿拉克切耶夫 能在骑士般高尚的 和性格温和的亚历山大手下 保有那么大的权力 巴拉绍夫看见达武元帅时 他正坐在农民的棚屋里的一个木桶上 记什么 副官站在他身旁 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好一些的住所 但是达武元帅属于这样一种人 他们有意把自己置于最阴险的生活环境中 以便使自己有权摆出阴沉沉的样子 他们为了同一目的 总是急于干这干那 一刻不停 你们瞧 我坐在肮脏的棚屋里的木桶上工作 怎能考虑人的生活中幸福的一面呢 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这样说 这些人的主要乐趣和需求在于 一旦生活变得活跃起来时 他们就面对着他一个劲的搞阴暗的活动 当人们带着巴拉绍夫来见他时 达武就让自己享受这种乐趣 俄国将军进来后 他更加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只透过眼镜 炒巴拉绍夫那张在美好的早晨 以及与谬拉的谈话影响下 容光焕发的脸 看了一眼 没有站起来 甚至没有动一下 眉头皱得更紧了 恶狠狠地笑了笑 达武从巴拉绍夫脸上 看出这样的接待所产生的不愉快印象后 抬起头 冷冷地问他来干什么 巴拉绍夫猜想 达武之所以这样接待他 只是因为 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将军 甚至是皇帝派来见拿破仑的代表 他急忙说出了自己的官衔和使命 与他的期望相反 达武听完他的话后 变得更加严厉和粗鲁了 您的公文在哪里 他说 交给我 由我来转成给皇帝 巴拉绍夫说 我奉命把公文亲自面成法国皇帝 您的皇帝的命令 只在你们军队里行得通 达武说 而在这里 叫您做什么 您就应该做什么 仿佛是为了让这位俄国将军 更加感觉到现在他受粗暴力量的支配 达武派副官去叫值班军官 巴拉绍夫取出装有皇帝的信的信封 把它放在桌上 达武拿起信封 读了上面收件人的姓名 您完全有权尊重我 或不尊重我 巴拉绍夫说 但是我要提醒您注意 我荣幸地担任皇帝陛下的侍从将军 达武默默地朝他看了一眼 看来巴拉绍夫脸上表现出的激动和不安 使他感到很高兴 您将受到应有的对待 他说 把信封放进了口袋里 出了棚屋 过了一会儿 元帅的副官卡斯特雷先生进来了 他带巴拉绍夫到为他准备的住所去 这一天 巴拉绍夫与元帅一起 就在那个棚屋里的那块 搭在木桶上的门板上吃饭 第二天 达武大清早就要出去 他把巴拉绍夫请来 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请他留在这里 如接到命令 就和行李一起走 除了卡斯特雷先生外 不要和任何人说话 巴拉绍夫过了四天 孤独而寂寞的生活 充分意识到了 受制于人和无能为力 尤其是因为 他不久前 还在全市显赫的环境中生活 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 后来 在同元帅的行李 和占领了整个地区的法国军队 一起走了几成路后 被带到了 现在已被法国人占领的维尔纳 进了他四天前走出的城门 第二天 法国皇帝的高级侍从 蒂雷纳先生来见巴拉绍夫 通知他皇帝愿意接见他 四天前 在巴拉绍夫映照前去的 那座房子前 站着普列奥布拉人 司机团的哨兵 如今却站着两名身穿 敞着前胸的蓝制服 头戴皮帽的身材高大的法国兵 还有由票骑兵和枪骑兵 组成的卫队 以及由副官 少年侍从和将军们 组成的服饰华美的侍从队伍 他们都站在台阶旁 拿破仑的坐骑 和他的马木鲁克卫兵 鲁斯堂周围等待拿破仑出来 拿破仑在维尔纳接见了巴拉绍夫 接见地点就在几天前 亚历山大在那里派他出使的那座房子 尽管巴拉绍夫对宫廷的阔绰的场面 习以为常 但是拿破仑宫廷的奢侈和豪华 仍使他大吃一惊 蒂雷纳伯爵 领着他进了一个大接待室 那里已有许多将军 高级侍从和波兰达官贵人在等候着 其中的许多人 巴拉绍夫曾在俄国皇帝的宫廷里见过 狄罗克说 拿破仑皇帝将在骑马出游前 接见俄罗斯将军 在等了几分钟后 值班高级侍从来到大接待室 有礼貌地向巴拉绍夫鞠了一躬 请他跟他走 巴拉绍夫进了一个小接待室 那里有一扇门通书房 这就是几天前 俄国皇帝派他出使的地方 巴拉绍夫一个人站了两分钟左右 等待着 门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两扇门很快打开了 开门的高级侍从 恭恭敬敬地站着 等待着 一时鸦雀无声 从书房里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坚定 一柳头发下垂到宽阔的前额的中间 他的白胖胖的脖子 从制服的黑领子里露出来 黑白甚为分明 他散发着香水的气味 在他下巴突出 显得年轻的丰满的脸上 带着皇帝欢迎人时 仁慈和庄严的表情 他出来了 每走一步 身体就很快颤动一下 脑袋稍稍朝后仰 他双肩又宽又厚实 肚子和胸脯不由自主地朝前鼓出 他的整个矮胖的身躯 具有保养的很好的人 常有的体面而又威严的样子 此外可以看出 这一天他心情很好 他点了点头 作为对巴拉绍夫的 恭恭敬敬的鞠躬的回答 走到他跟前 像一个珍惜 每分钟时间的人那样 立刻说了起来 仿佛不愿降低到 需要做准备的程度 相信自己总是能说得很好 知道需要说什么 您好将军 他说 我接到了您送来的 亚历山大皇帝的信 见到您很高兴 他用一双大眼睛 朝巴拉绍夫的脸看了一眼 立刻把目光挪开 望着前方 很显然 他对巴拉绍夫这个人 本身一点也不感兴趣 可以看出 他感兴趣的 只是他自己心里出现的想法 在他身外的一切 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因为他觉得世上的一切 都取决于他的愿望 我现在和过去都不希望战争 他说 这仗是别人迫使我打的 我就是在现在 仍准备接受您 能给我做的一切解释 于是他开始简单明了地叙述 他对俄国政府不满的原因 巴拉绍夫根据这位法国皇帝 说话所用的温和平静和友好的语气 便坚信他希望和平和友谊进行谈判 陛下 毕国皇帝 当拿破仑说完话 用疑问的目光 看了一眼俄国使臣时 巴拉绍夫便开始说 他早就准备好的话 但是他在拿破仑注视的目光下发囧了 您慌张了 震惊些吧 拿破仑仿佛在这样说 他带着勉强能察觉的微笑 仔细看了看巴拉绍夫身上的制服和配件 巴拉绍夫恢复了常态 开始说了起来 他说 亚历山大皇帝不认为 库拉金要求发给离境签证 是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 库拉金是没有得到皇帝同意 擅自这样做的 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 同英国没有任何交往 还说没有 拿破仑插了一句 仿佛担心自己感情用事一样 皱了皱眉头 微微点了点头 让巴拉绍夫感觉到 可以继续说下去 巴拉绍夫说完奉命要说的话后 他又说 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 但是要进行谈判 必须有一个条件 说到这里 巴拉绍夫迟疑起来 他想起了 亚历山大皇帝没有写进信里 但是命令 萨尔蒂科夫一定要写进预旨 和嘱咐巴拉绍夫向拿破仑转达的话 巴拉绍夫记得 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敌人 留在俄国土地上这句话 但是一种复杂的感情阻止他说出来 他虽然想说 但是说不出来 他迟出起来 说道 这条件是法国军队撤回聂曼河对岸 拿破仑注意到了巴拉绍夫 在说最后的话时的窘态 他的脸抽出了一下 左边的小腿肚子开始有节奏地颤动起来 他站在原地 开始用比刚才更高更急促的声音说话 在拿破仑说话时 巴拉绍夫不止一次地垂下眼睛 不由自主地观察着 拿破仑左边的小腿肚子的颤动 拿破仑嗓门抬得越高 小腿肚子就颤动得越厉害 我希望和平并不亚于亚历山大皇帝 他说道 我不是十八个月来 为争取和平做了一切努力吗 我十八个月来一直在等待解释 为了开始进行谈判 他们要求我做什么呢 他说 皱起了眉头 用他又白又胖的小手 有力地做着疑问的手势 要求部队撤回到涅曼河对岸 陛下 巴拉绍夫说 撤到涅曼河对岸 拿破仑反问了一句 这么说 现在你们希望撤回到涅曼河对岸 只撤到对岸 拿破仑直瞪瞪地 朝巴拉绍夫看了一眼 重复说 巴拉绍夫恭敬地垂下了头 四个月前 曾要求撤出波美拉尼亚 而现在只要求撤回涅曼河对岸 拿破仑 迅速转过身 开始在房间里走动起来 您说为了开始谈判 要求我撤回到涅曼河对岸 但是两个月前也曾这样要求我撤回到奥德河和维斯瓦河对岸 别看这样 你们还是同意进行谈判 他默默地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 然后又在巴拉绍夫对面站住了 他的带着严厉表情的脸变得像石头一样 左腿颤动得更快了 拿破仑知道自己左面的小腿肚子有颤动的习惯 我左面的小腿肚子颤动是伟大的征兆 他后来这样说 像撤离奥德河和维斯瓦河之类的建议 只能向巴登公爵提出 而不应向我提出 拿破仑完全出乎自己意料地几乎喊叫起来 即使你们把彼得堡和莫斯科都给我 我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您说是我发动了战争 那么是谁先到军队里来的 是亚历山大皇帝而不是我 你们在我已经花了几百万 而你们同英国结成联盟 和演见自己的处境不妙时 才提出同我进行谈判 你们同英国结盟抱的是什么目的 他给你们什么了 他急急忙忙地说 显然他说话已经不是为了讲清 构合的好处和讨论这样做的可能性 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和自己的力量 证明亚历山大的不正确和错误 他说这段开场白 显然是想要说明形势对他有利 表明虽然如此 他仍同意开始谈判 但是他开始说起来后 话说得越多就越控制不住自己了 现在他所说的话的全部目的 显然只在于抬高自己和侮辱亚历山大 也就是说 在于做会见开始时 最不愿意做的事 听说你们已经和土耳其人签订了合约 是吗 巴拉绍夫肯定地点了点头 合约已经签了 他刚想说 但是拿破仑不让他说下去 看来他需要自己一个人说 于是他不克制一下自己的恼怒 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 一般被宠坏了的人非常喜欢这样做 是的 我知道你们和土耳其签订了合约 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地方 要是我就会把这些省份给你们皇帝 就像我把芬兰给他一样 是的 他继续说 我曾答应过 并且是会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给亚历山大皇帝的 现在他得不到这些好地方了 然而他本来是能把这些地方并入他的帝国的 在一个朝代里 把俄罗斯的疆土从波地尼亚湾扩展到多瑙河口 耶卡捷里纳大帝也只能做到这样 拿破仑说 越来越激动起来 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对巴拉绍夫重复着几乎同他在蒂尔西特 对亚历山大本人说过的一样的话 他本来可以凭我的友谊得到这一切的 啊 多么美好的朝代 多么美好的朝代 他重复了好几遍 停住脚步 从口袋里取出金鼻烟壶 用鼻子贪婪地吸了一下 哈 亚历山大的朝代 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 他惋惜地看了巴拉绍夫一眼 当巴拉绍夫还想要说点什么时 他又一次急忙打断了他的话 他还能指望和找到在我的友谊中 没有找到的东西吗 拿破仑说 困惑不解地怂怂肩 不 他认为把我的敌人放在自己周围比较好些 可这是些什么人呢 他继续说 他把施泰因 阿姆菲尔特 温存格罗德 本尼格森之类的人招到自己身边 并加以重用 施泰因是被驱逐出自己祖国的叛徒 阿姆菲尔特是一个好色之徒和阴谋家 温存格罗德是法国的逃亡者 本尼格森比起别的人来 比较有点军人的样子 但是仍然是无能之辈 他在1807年毫无作为 只能引起亚历山大皇帝的可怕的回忆 假定说 他们都是有能耐的人 那么也还可以用他们 拿破仑接着说 他的话勉强能跟得上不断出现的 表明他的正确和力量的思想 可是 连这也不行 因为他们无论对战争 还是对和平来说 都毫不中用 据说巴克莱要比他们所有的人能干些 但是 从他最初的行动来看 我并不那样认为 而他们在干些什么 所有这些禁臣们在干些什么 普弗尔提出建议 阿姆菲尔特不同意 本尼格森进行研究 本来应该采取行动的巴克莱 不知道该如何决定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只有巴格拉纪翁是一个军人 他很笨 但是他有经验 眼力和决心 而你们年轻的皇帝在这群无能之辈中间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他们败坏他的名声 把所有的事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皇帝只有当他是统帅时才应该待在军队里 他说 显然这些话是对亚历山大皇帝的直接的挑衅 拿破仑知道 亚历山大皇帝非常希望成为统帅 欢迎订阅 大皇帝 我来教大家 给大家一些 小西兰特扮演 我跟文《二十二亿》 同时 公布 紧 精 伤 均